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Agent 15 欢迎来到沖繩博的第二集 早上在酒店吃完早餐后 就开始第二天的行程了 沖繩其实有很多岛 总共都有8至9个 而今个行程的第二个岛就是古雨里岛 又称暖之岛 要经过一条古雨里大桥才可以到 是自驾游才会去的地方 可惜旅行那几天就快打风 如果不是过桥两边都是蓝天白云 一定很漂亮 岛上有个几出名的观光塔 亦都是我们今集的第一个景点 古雨里海洋滩 拍车方面就不用担心了 有专属的停车场 我当日就即场买票 一人一位就要1000日圆 但这里要留意下 现场买的话就只接受现金 准备入场了 首先要行条小赤路 因为要搭这个无人驾驶列车 而当日很幸运就没什么人 所以很快就可以上车了 一来就先拍一张美照 整程车大概8分钟左右 途中主要看下花花草草 另外就是观赏一下古里遇到的海景 好天的话就应该美得不得了 下车后第一集我们会来到Tower and Shell Museum 你猜是先去踏还是先去看贝殼呢 错啊!是先卖照片 由于这张照片就罕有的拍得不错 所以我都买了一张 还有QR Code给个Soft Copy大家 然后就到贝殼观赏放题 的确几美和几特别 但我就不敢大认趣了 亦都有以贝殼为主题的手信店 感觉就有点像去了这个海洋公园 我们搭车上去看看 一开门 有机会忍不住坏一声 原因是看到这个一望无际的海 阴天都已经有这样的景 如果好天的话呢 另外沖繩的海是特别难和特别美的 你可能会说 这里有玻璃的 差了些 放心 因为海洋塔最高那层 没有玻璃的 是海洋格板 全部都是海景 中间有这个幸福之钟 可以敲来听一下这个幸福的钟声 但我那天就听到哼哼声了 另外就是当天上来是超级大风的 所以带不好的朋友这里要小心一点 好天的话就是这样的 妈 为什么我这么黑暗 来到这里就一定要拍一张漂亮照片 下一集会去到手信礼品店 但其实这里就没什么特别 反而我对离开手信店之后的咖啡小店 比较有兴趣 见到这里的雪条卖上都很吸引 就试试这条菠萝乳雪条 可以坐在这里慢慢吃 也可以上车吃 这条雪条几正 真材实料 看一看质感就知道了 因为是真乳酪 并不是说乳酪味那么简单 其实古雨里还有其他景点 比如是森营石 当然了 岛上也有不少咖啡餐厅小店 但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在大桥南边的展望台看一看 有车位提供的了 刚刚参观完的海洋塔就在那里了 拜访完古雨里島后 然后就带大家去一间有特色的海边cafe 3.3パーナー 而这一间是餐厅的心臟 因为下单 厨房 收勻 全部都在這裡 只望外形已經很有型了 下單後就有個號碼機 找個好位坐 其實這裡吃東西的地方 才是一大重點 對著一片湖水探飲飲 來到沖繩是指定動作 另外就是這裡有得玩當千秋 絕對是cafe的一大賣點 也可以跟另一半一人一邊拍張照 看著美景慢慢當千秋 10分鐘左右 隨著號碼機的呼喚 我就知道食物都在呼喚我了 今次就叫了兩杯飲品和一個甜品 這杯是moca 挺好喝 看到杯邊的未溶透的巧克力 非常治癒 而另一杯就是cha 印度拉茶味道正正常常 甜品是teramitsu自家製 最面那層是泥土般的餅乾碎 中間是海綿蛋糕 給兩層芝士忌廉夾著 而最底那層是咖啡啫喱 這四層加起來一起吃 所以吃下來的味道是非常豐富 挺好味道的 來到的話就一定要試試它 這間cafe的確很有特色 無論情侶或者一家大小來 都是很適合的 主要是有個千秋皮小朋友玩和拍照 食物飲品不差 加上有美景 在這裡吹吹風放空一下 聽聽海浪的聲音 正的 這間cafe當然都會推薦給大家 沖繩的上半部分就玩到這裡 之後就會落下半部分 開車下去大概一個小時多一點 中途都有不同的休息站 可以作補給或者洗手間 然後就到沖繩的一個大商場走走 Harko City 自家遊的人士不用怕 有大大個免費停車場 但都幾熱鬧下 不過都還有空位 商場2019年開幕 商場雖然只有三層 但都有很多餐廳和商店 例如是ABC Mart Unical 和Lego 等等 還有Lamco 所以在這裡買東西 吃玩玩完全不是問題 問題是會少一些維他命M 三樣我都有做齊 首先就是買東西方便 建議大家來這間看看 White On 全日本大概有400間左右 還有主打牛仔褲 非常特別 尤其是門口那個沖繩石獅子 都是由牛仔褲組成的 店舖裏面都有很多條牛仔褲 還有改褲服務 一定適合穿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叫White On 我這裏都買了少少東西 退稅的話就要買個5000日圓才可以退 當日大概下午4點左右 終於吃第二餐了 當然帶大家去吃壽司先 這次撞手臣去了一家不錯的回轉壽司店 Kai Teng Suu Si Makuro Tanya 餐廳用平板電腦落單 可以改用英文 還有就是可以自訂壽司飯的份量 在這裏想讚賞一下這個設計 雖然是冰水 但那些倒汗水是不會弄濕桌面的 多好多好 那壽司呢 都不差 首先就介紹了全場最抵食的一個套 本匯五點城 有大拖、中拖、赤身、火隻中拖 和極上吞拿魚粒軍艦 認真 這個價錢 抵食到爆 賣相還要不抄 比那張相 那個軍艦吃起來都頗特別 雖然不是一大塊海膽 但都吃到很濃郁的海膽味 加上不同部位的吞拿魚粒 一件壽司 兩種享受 另外 原來一件極上吞拿魚軍艦 大約要350日圓 所以這個套是真的好發算 另外就想說一件大拖 這個油脂分布 這個質地 這個反光的油面 未吃就知道這個質素一定不會差 這件是屏幕魚 TODAY SPECIAL 但可以不用叫 因為不是很特別 所以有時候本日推薦那些都未必是好東西 下一件是大指壽司 中上水平可以一試 然後就是老天 也就是吞拿魚頭部那塊肉 可想而知有多罕有多稀少 吃下魚味是極濃的 肉質就比拖羅較為結實 不錯的 這個是火隻左口魚 燒得都挺漂亮的 尤其是壽司飯邊有少少燒過的痕跡 加上火隻完之後逼出來的魚油香 正 這件是施魚的魚三家之一 平靜 春季和夏季當做的 那現在吃呢 就剛剛好 油脂不會過多 味道就清甜一點 施魚的朋友果然是不差的 再特別點的 就這個火隻大木匪配蟲露鹽 但我就覺得一般般 首先就是火隻過了位 第二就是太多蟲露鹽 我吃那時都一定要撥走它 如果不是一定咸死 除了這些呢 都還有叫其他壽司 但就不逐一詳細介紹了 分別是劍魚腩 深海池魚 白基蝦 埋單按下平板電腦就可以了 有職員會過來數下壽司碟 吃到飽一飽 埋單才是6890日元 價錢就中間價位來的 壽司質素都幾好 特別是個吞拿魚五點 抵食加好吃 就憑這個套餐 已經是非常值得一去 吃完東西 下一個活動當然是去玩 首先就去了龍貓店 原因是因為這裏有一部扭蛋機 500日圓就一次 總共就有四款 龍貓頭上面就配隻公仔 第一隻小龍貓 第二隻呢 都是小龍貓 第三隻到我開了 還是小龍貓 究竟是我黑仔 還是裏面全部都是小龍貓呢 看不透 玩的話 當然不少得Lamco 有各式各樣的遊戲玩 我來到這裏主要都是玩夾公仔 100日圓一次機會 至於我有多少次機會呢 不要提了 無數的嘗試 無數的失敗 無數的100日圓 最後是職員走過來說 幫我調教過的難度 就是把這隻傻眼放在洞口旁邊 老實說 壓力是更加之大 幸好成功了 如果不是都不知道怎樣交代 就是這隻傻眼 用了我多少錢呢 我都不知道了 總括來說 Parkhole City是要什麼有什麼的 食、玩、買、樣樣齊 對比沖繩Outlet的話 我就寧願來這裏了 今集介紹就差不多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幫忙CLS comment、like、share 當然還有就是要subscribe我 你小小的支持 是我大大的推動力 我們下條片見啦 拜拜 我喜歡也是 我喜歡就在家這個地方 我喜歡就在家的國玩 我喜歡的意思 我們下條片,來吧 大家這兒 你不會足夠 你會不會常常 太能有很多 我會想要是 Hell